第一洞是誰?誰這樣做? 你感覺你第一洞在哪邊? 你看,你第一洞在哪邊? 好像是手耶 你再來 在哪邊? 我真的... 我真的沒有辦法判斷到底是誰耶 感覺 好 在哪邊? 好像是他比較先動 本來就是他 你的第一洞就是在尖啊 所以我這邊才會馬上處理 所以如果我要是走先動的話 我這邊不應該會緊 對 而且你現在又多了一個向上 這樣有沒有懂? 有懂嗎? 不然怎麼辦 你先感覺到他 你先感覺到他 我的第一洞原來 原來我的啟動點是在我的肩啊 所以我就不要用力 不要用法 回到走 到走 去體會走 你看我第一洞在走 我第一洞在走 我第一洞在走 我的第一洞在走 你看 我摸走跟肩 一個走一個肩 第一洞在走 肩是不是沒有動 是不是? 第一洞在走 你不是嗎? 你的第一洞在這邊嗎? 你的第一洞在這裡 所以我這一塊馬上就會 對啊 就硬啊 所以我的第一洞 我的第一洞是在走嗎? 我的第一洞在走 我的第一洞在走 走啊 有沒有 所以我們要分得很清楚 我的第一洞也可以在手腕 可以啊 我的第一 你看 我第一洞在手腕 第一洞在手腕 是不是? 這個第一洞在手腕 這就是用手腕來帶 我的第一洞在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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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條手臂就是用手指帶 看不懂? 每一個關節都可以當頭 看你的需要 但是你要分得很清楚 不能說反正我拿起來了嘛 不行 練拳不可以這個樣子 要不要動 動 動 所以你先要感覺 你在練拳 你自己先要感覺到 你要感覺到 我這個動作 我這個從近 到動 我的第一洞是哪邊 我是怎麼動的 先感覺到錯也行啊 先感覺到錯 你起碼感覺到 所以不要說做動作就做了嘛 可是我是怎麼做 怎麼做的 怎麼做的 我不曉得 知道嗎 不可以這個樣子 知道嗎 你錯也要知道你是怎麼錯 錯的嘛 你才可能對啊 知道嗎 在練拳這個覺察力非常重要 覺察力就是自我修正的一個關鍵 你有覺察力你就會自我修正 沒有覺察力沒有辦法 好 好 我們再來走拳 換拳